这一系列的古董书籍涵盖了各种题材 包括文学、数学、占星学和中国农历 其中你见到一块木板上有一个温度计 利盐是Alan在1997年为东京著名CREATION GALLERY GA作品 作为画廊年度慈善展览的一部分 当年的主题是温度计 一共有2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参加 而Alan是唯一受邀参与的香港设计师 每个人要在这块木板的温度计上创作 Alan这个字径式的设计 是源自六个多世纪前明朝的民间习族 九九小寒图 他将木板分为九格 写上九个字 每个字有九笔,共81笔 每一笔代表从冬至到次年3月12日 随着每日数一笔 温度计反映了季节的气温上升 象征着冬天的结束和春天的开始 这个设计巧妙利用中国这个碎时风筑来创作 将传统东方的智慧转化成当今设计 我看看你什么目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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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看不见